歐美流行的有機純素彩妝風 竟然在COVID-19的疫情下 受到更大的歡迎 戴口罩還可以安心擦的 純素有機口紅排行榜出爐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很多人開始喜歡選擇 這種環保有機純素 甚至還有標榜零殘忍的口紅 它的技術做得很好 就是現在顯色度很高 而且還可以很持久 甚至還不會造成肌膚的色素沉澱 有的還甚至不用卸妝呢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這10支有機純素的純膏排行 第一個我要介紹 這個來自美國的 這個Elia的純淨彩妝 那他們這個包裝 其實全部都是用再生鋁管制 然後重點是 它裡面的這個純膏的成分 大概有80%是天然 40%是有機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以前有很多講究 天然有機的彩妝品 它的那個品質都會 擦起來的質感都會比較不好 可是這個Elia的這一支口紅 其實擦起來非常的潤滑跟滋潤 這支顏色是Rococo的蜜里色 我現在嘴巴就是擦這個顏色 我覺得就是在我們這種亞洲人的皮膚 其實擦起來還滿好看的 那Elia這支唇膏啊 其實在市場上也滿受到歡迎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 大部分去買他們家唇膏的人 都是很多孕婦 或者是很講究自然環保 甚至是走文青風的女生 那他們覺得自己的妝就是想要呈現一種乾淨 他們其實都很喜歡選擇像這一類的口紅 第二支啊是來自澳洲的這個 Inica Organic的有機唇膏 那這一支唇膏號稱是全世界第一個 得到有機認證 而且還有唇素認證 那這個顏色啊其實是在台灣相當受到歡迎的 這個Pink Poppy的這個唇色 這個顏色其實擦起來是帶一點橘色系的棕色調 那我自己擦過啊 就是它一開始擦的時候感覺是就是比較稍微乾一點 因為它標榜的是持久潤色 可是呢因為它裡面還有很多很好的油脂 像是酪梨油啊 碧麻油 還有摩洛哥油 所以它擦完之後呢 你的嘴唇是有點霧霧的 可是久了之後它的那個油脂會散發出來 所以你的嘴唇就會變得很柔軟 所以這支Inica Organic的有機唇膏 就是喜歡顏色維持在嘴巴上很久的人 然後又同時很滋潤的人 一個很好的選擇 第三個我要介紹來自英國的這個Lily Lolo 它其實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唇素口紅 而且它完全沒有用到動物的來源的成分 美國有一個調查研究啊 就是現在有 現在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女生 甚至有六十多的千禧世代的女生 在買一些保養品彩妝品的時候啊 會特別去看它那個產品的成分標籤 看一下就是它到底用了哪些成分 自己擦在臉上用哪些好的跟不好的成分 所以有一些成分的標章 現在也是越來越多人會注重的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買過一些保養品 它可以看到後面有一個動物的標章 就是一隻兔子 那如果有兔子的標章就是它不用動物實驗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要使用不用動物實驗的保養品 那這就被歸類成零殘忍 可是如果是要分辨零殘忍 它其實不只是不用動物實驗 它其實從成分還有一些來源 甚至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還有它的包材 以及這個產品使用過後 它會不會丟回到大自然 會傷害到動物 其實這一整個流程都是包含在 就是不使用動物實驗的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Lily Lolo它也是一個臨殘忍的一個認證的一個口紅 這隻口紅叫做Vegan 那它這個6號啊 其實是台灣最受到歡迎的 那看起來它就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大紅色 其實它擦起來在皮膚上面呈現的是一種深藻色的顏色 那裡面呢也含有很多就是滋潤性的成分 摩洛哥油啊 或者是葡萄籽油 碧麻油 所以擦在嘴唇上面呢就是很柔滑 很滋潤 再加上它是一種奶油奶霜的質地 所以可以在嘴唇上面很好推抹 重點是它非常好卸妝 只要輕輕擦 彩妝就可以卸得很乾淨了 第四支啊是來自日本的這個Seal Vogue的口紅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Seal Vogue這個產品 可是好像都不知道它其實是幾乎是百分之百有機 那這一支唇膏是去年8月上市的一個03號的南瓜色 那因為大家一定知道如果是Seal Vogue 它們最有名的就是一個南瓜色的唇膏 就是它席捲了整個日本 整個台灣 很多人都是為了要搶購那支南瓜色的口紅 那這一支是03號 它是霧面版的南瓜色 其實擦起來啊嘴唇就是呈現一種霧面的質地 可是呢它不會顯唇紋 然後就是感覺很有質感 它調出來的這個南瓜色就是一擦起來 就是讓你的皮膚都看起來很亮 然後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南瓜色真的是現在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接下來我要介紹來自德國的這個德國世家的絲段唇膏 其實德國世家就是非常有名的是它們的一個直萃的技術 所以這一支唇膏我覺得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那12號是牡丹色 看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紅色 可是擦在嘴巴上面 因為它是絲段的唇膏嘛 所以擦在嘴巴會有一種就是玫瑰花瓣那種柔柔霧霧的感覺 那其實很多人擦這種有機植物的那個唇膏 會覺得說它的顏色比較不那麼顯色 其實這個現在它這個技術都做得很好 它們最有厲害的裡面就是加了很多玫瑰果的成分 所以我覺得這種有機唇素的孔真的滿適合現在使用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台灣的品牌 它是恩術 然後這個是霧光的唇膏 那這一支唇膏其實是221 它其實也是台灣目前最暢銷的顏色 它就是帶有點橘棕的色系 那我覺得這種天然的彩妝啊 它的顏色上面其實都是跟你的皮膚比較相近 就是說你的皮膚會自然散發出什麼顏色 它就是什麼顏色 所以呢 這支顏色啊 它其實不只口紅可以擦 如果你要把它用來當成眼影 甚至你把它當成腮紅 就是一支唇膏其實三個地方都能用 另外恩術這個真的是從頭到尾都非常的環保 因為它的這個筆管是紙做的 然後它的這個鋁管也是回收的鋁 真的可以做到不傷害地球 那另外我覺得我還要另外再講就是 它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無素的唇膏迷你盒 就是它完全沒有任何的包裝喔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紙盒 打開來 它真的想要做到完全沒有垃圾 就是一個簡單的唇膏盒 然後你使用完之後呢 這個鋁管也是可以慢慢地被回收 所以它完全這個是完全是不會製造任何的垃圾 它在這個紙上面也沒有做一些什麼防水的處理啊 或者是膠膜的處理 所以可以真正做到你用完 不會製造任何的垃圾 我真的覺得恩術就是在環保 真的是做了很大很大的努力 剛剛啊我介紹的都是屬於唇膏類 就是顯色度蠻高的 可是呢因為有人戴著口罩不喜歡擦太顯色 顏色太飽和鮮豔的 那我就覺得我可以推薦大家可以擦一些潤唇油 那潤唇油它其實有潤唇膏的特色 同時還有一點點顏色的效果 可以讓你的氣色比較紅潤 那第一支呢我就要介紹美國的 這個OLEO EOSO這一支潤唇油 那這個品牌其實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小眾 它是在2014年推出了一個就是保濕棒 就是沒有顏色的保濕棒 你只要皮膚哪邊乾你就擦哪邊 因為太受到歡迎了 所以它那個保濕棒就開始陸續推出各式各樣的顏色 那一直到目前為止 這個OLEO EOSO的產品 都是在美國用少量的手工生產 那這一支潤唇油呢 其實是目前在台灣也是很受到歡迎的一個 潤唇油的產品 它的顏色啊其實是蠻好看的 我覺得就是一種就是偏橘色的番茄紅色 我覺得前一陣子那個番茄紅色也蠻受到歡迎的 那如果你的唇就是很乾 你也不想要擦太厚重的那種唇膏 其實擦這個潤唇油 其實它的顯色度也蠻不錯的 那這一支潤唇油啊 它擦在嘴巴上面會有一種微涼的感覺 因為它裡面加了一些薄荷油的成分 它還有一些淡淡的葡萄柚的香味 我覺得擦這支唇膏啊 如果戴上口罩 鼻息間都會有散發出一些淡淡的果香味 我覺得也蠻有療癒感的 另外啊我現在要介紹就是 真的是專櫃的大牌 就是克蘭絲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克蘭絲 它也是以就是植物植萃為名 那克蘭絲啊 應該可以說是美唇油的始祖 那他們是用這個護唇油的概念 來代替護唇膏跟就是口紅 那這一支是目前台灣最暢銷的顏色 就是03號 它是有一點就是 燕紅莓果色 就是擦在嘴巴上面啊 它的顯色度就是清清淡淡的 然後就帶點就是果香 我覺得就是 許多人如果不喜歡擦顏色太過顯眼 那這一支燕紅色的唇膏非常好 那克蘭絲的美唇油啊 它裡面真的是以油質為主 它這一支是標榜唇素 還加了就是 榛果油跟紅莓果油 榛果油就是保濕之王 那紅莓果油就是滋潤之王 所以擦了這個美唇油啊 不但你的嘴唇有保濕又有滋潤感 同時它的這個淡淡的紅色 也可以讓你的氣色非常非常的好 另外一個唇油啊 就是這個大家也比較熟悉的 MELVITA 它其實就是標榜天然有機質萃 它在去年也出了唇油 那這支唇油的成分也蠻特別的 它們就是利用來自男髮的 有一種紅心蘋果的品種 然後呢再把向日葵的油 泡在這個紅心蘋果的果肉裡面 然後就萃取出一個紅心蘋果油 它也得到歐盟的認證 那這個顏色呢 是屬於就是也是帶一點橘色 橘桿的這個顏色 也很適合就是我們的亞洲的女生使用 尤其是它可以在就是冬天 就是你的嘴唇真的很乾很乾 它立刻就可以瞬間滋潤你的皮膚 讓你的那個嘴唇的唇紋 比較不明顯比較膨潤 所以我覺得冬天真的也很適合 這種淡淡的橘色的唇油 最後啊我要介紹這個也是來自台灣 已經經營10年的這個綠藤生機 它們也推出了一個專心護唇油 那它們也推出兩個顏色 一個是紅色一個是透明的顏色 這個紅色啊 它裡面就是真的擦在嘴巴上面 會有一點點紅色的效果 就是潤潤的感覺 那因為其實我想要講一下 就是像在那個化妝品裡面啊 有一些紅色的色料 或者是我們吃的那個紅色的色素 其實都是用一種昆蟲 就是有一種昆蟲叫做腌織蟲 那它們把腌織蟲的這個磁性的腌織蟲 把它用一種機器碾碎 然後它的血液就會出現這種紅色 所以其實在化妝品裡面啊 很多紅色的色料都是用腌織蟲作為來源 綠藤生機它就去找到一種植物 叫做墨漢蓮 那它其實它這個墨漢蓮 一樣有這種紅色的這種色素的成分 來代替動物 以及天然的這個腌織蟲的這個紅色的色素 所以我覺得是蠻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安心的護唇油啊 它裡面加了那個黃金的百香果粹的這個油質 它其實可以深入我們的那個嘴巴的那個唇紋 去填補那個乾燥的縫隙 所以你只要一擦完 它的那個嘴唇就會膨潤起來 所以現在也蠻多人喜歡這個綠藤生機的 這個安心護唇油 而且它雖然有紅色的色素 它完全不用卸妝 你只要輕輕擦掉 甚至吃掉都沒有關係 雪兒 剛剛阿里幫我們試了這麼多 十支的唇膏 你知道你這一次試的唇膏跟以前試是不一樣的嗎 我知道 它們是有機 對 就是現在就是下標榜 就是一個Clean Beauty 純淨彩妝 化妝還要愛護地球 對 愛護動物 所以你知道喔 我知道 我知道啊 你也是一個環保小先鋒嗎 當然 我現在什麼東西都要就是湊一下環保的液體 布衛生棉 喔 布衛生棉你用 對 然後環保食物袋 啊哈 對 然後現在也要環保 很不錯耶 那你今天擦了十支 你最喜歡哪一支 我最喜歡 SELVOC 喔 SELVOC 然後你最喜歡 你今天是擦這個南瓜色對不對 對 我今天就是擦這支 那你覺得SELVOC為什麼還好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其實SELVOC在日本是超級紅的品牌 就是很時尚 然後它的顏色會跟一般唇膏不一樣 它會有很特別的像這種南瓜色 是其他品牌都沒有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它沒有防腐劑 然後沒有香料 就是非常的友好 對地球友好 對大家都好 對人也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就是要愛護我們自己 愛護地球就擦這一類的唇膏 對 那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今天其實也是擦了這十支裡面的其中一支 你猜猜看我是擦哪一個 以你這個就是專業 你看看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啦 應該就是伊莉亞這一支嘛 怎麼那麼厲害 受了顏色就知道了啦 對 我覺得 那你自己有擦伊莉亞過對不對 有 它跟一般唇膏就是比起來 它的質地啊 然後顏色都比較濃郁一點 對 果然是專業的 擦過有沒有上百上千支口紅 一定有 一定有 口紅專業模特兒 對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環保有機 對你 對我 對誰 大家都好的 純淨彩妝的口紅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U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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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就去 jamais看得出來